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庄保禄堂的孔天宇神父 欢迎你们随时来参观我们的教堂 也谢谢你们今天来收看《每日读经》 我们今天会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从第一到第七节 我们有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眼光是怎么样的 天主非常爱我们 祂要我们是自由的人 不要我们是有戴面具的人 对祂来说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祂有一句话说 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输过的 意思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灵魂上对天主是非常重要的 祂是我们所爱的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被创造的呢 是为了永生 为了永远的爱 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 那些会伤害你们肉身的 而不会伤害你们灵魂的 反而你们该要害怕 会伤害肉身与灵魂的那一位 就是魔鬼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健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腐烂 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死 我们诞生了也永远不会死 如果我们住在基督内 在祂的教会内 照顾自己的灵魂 我们永远不会过失的 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有我灵魂的健康呢 耶稣今天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是全能的天主 如果你们住在我内 那会伤害肉身与灵魂的那一位 就是魔鬼不会伤害你们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很大的安慰 祝大家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